原标题 正派人士集结在一起 与反派来了一次最后的厮杀 十三太保中的正面人物南小杜 叫头 乞丐 车夫纷纷牺牲 十三太保中的反派那三少 黑白无常 也是坏人没好报 梁星义最终顺利离开上海 为革命保留了一位领袖 留下了胜利的火种 主角洪三被捕 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刑场 定格在红三对一一的回忆 显然 这剧尚未完结 应该还有续集 远大前程是近些年国内少有的原创大剧 故事虽有部分原型 但总体通过编剧的编写 构建了一个人物繁多 剧情复杂 命运不同的上海滩江湖 随着剧情的深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 国共两档的分道扬镳 三大亨的未来命运 十三太保的各自选择 主角洪三的开卦人生 配角麒麟的步步堕落 对此 应该给予这部剧一个大大的赞 尽管陈思诚承认借鉴了金庸武侠和周氏喜剧 但总体还是有了自己的风格 但即便如此 剧情走到后来 显示出编剧对剧本的把控已经越来越弱 当一个个人物立了起来以后 编剧似乎显得能力不足 已经无法给予很多人物一个合理的结局 只能放飞自我 写到哪算哪 例如 牛头山老大与红 三成结拜兄弟 跟着红三下山干大事 一出场就隔屁 连基本的对抗 打斗都懒得琢磨 老板 皇上和乞丐 明显就是永心公司的元老 剧情到后来索性再也不做介绍 男小杜这个人物自从出现到牺牲 脸谱化极其严重 对他的身世背景介绍甚少 尽管出场很多次 但每一次都是正义里然地搬着面孔 所以 当他死的时候 也很难会引起共鸣 十三太宝本应是剧中极其重要的配角 但编剧的能力不足 导致力不从心 浪费了好几个人物 实属可惜 相比之下 我们熟悉的金庸武侠 对于配角的刻画极其到位 重要的配角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东斜西毒 南地北盖 左右光明史 四大护法 甚至包括红花会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立得住的 水虎传108将人物更多 虽然有的人物也单一 但36天刚星也是非常饱满的 显然 这剧的编剧还没到这个水准 但有的观众已经很满足了 对于日渐弱智的国产电视剧 有这样宏大的叙事和多彩的人物 已经比较难得 在十三太宝中 刻画最好的自然是教头沈达 一个心系苍生的寻常 一个二愣子钢铁之男 三十六路亲拿手 打遍天下基本无敌手 与小阿俏相识后归于平淡 但依然会为了兄弟 为了大义奔赴战场 正是因为有了之前诸多的铺垫 所以一样是最后死在沙场 沈达就让人唏嘘 不像小杜毫无感觉 如果十三太宝其他人也能像沈达 小阿俏这样描述 会让整部剧更为精彩 最关键的人物梁星义 据说原形是周恩来 所以 众人保护他 不惜牺牲这么多人的性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不起 我在剧中并没有感受到梁星义 对于工人运动有多重要 他的贡献 他的地位并没有任何描述 这也导致最后大家非常不理解 就一个梁星义 到底是为了什么 牺牲成百上千上万人有没有必要 编剧的无力感除了体现在对于配角的描写 还体现在对于主角的偏爱 主角洪三是一个街头混混 除了一张嘴 其他基本什么也不会 所以从一开始 观众就知道 洪三将凭借这张嘴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滩拼出一条血路 他需要在各方势力中纵横摆核 需要在亲情 友情 爱情中不断选择 最终完成这部剧赋予他的使命 观众最想看到的是成长 但最终看到的是不断开挂的洪三 大字不识一个的洪三 可以瞬间破解用新公司清滨铁卷的秘密 不会武功的洪三可以轻易躲过多方势力的追杀 依次又一次侥幸存活 没为朋友做多少事的洪三 可以任教头当大哥 与曹邦老大当兄弟 让仇人生死相随 当黑邦老三的土地 娶妇伤女儿为妻 甚至成了英国领事女儿的救命恩人 在洪三面前 那些玛丽苏大剧都是小意思 人家顶多让各种男人爱上他 洪三直接成了金光闪闪的救世主 一 但有解不开的难题 完不成的任务 洪三一出场 什么都能搞定 这样的人物在其他小说或者影视剧中有没有 有 唯小宝就是其中一个 但唯小宝的宿命在于选择 他再聪明也无法抵抗历史赋予他的身份 陆鼎记中的青王朝和天帝会是同水火 但对我们来说 双方并非正派与反派 所以 观众对于为小宝到最后会有一种同情 当我们带入其中会觉得 我们也很难 而远大闲城中的正反派从一开始就很明显 洪三最后必须的选择公会 选择我党 他没有这种纠结 也正因为此 观众不会对洪三有太多的同情 反而会觉得 他的好运太多了 凭什么好事都让他战了 一旦观众无法带入主角 对于他的没有认同感 观众的厌恶就会直线上升 我翻了一下微博 喜欢洪三这个人物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 主角描写失败 编剧的能力也只能说一般 最后 来说说演员 主角拥有太多光环 部分配角性格不够立体 但若是演员能够很好的把握节奏 演出层次 是可以换回角色的薄弱的 张万琳 这个角色全程狠毒 视野这个角色全程阴冷 但刘义军和果敬林这两位角色一直赋予着这两个角色不同的层次 我观察过刘义军 张万琳的每一次狠都是不同的 有的时候急躁 有的时候霸道 有的时候也有无奈 但是 陈思诚饰演的洪三一直很浮夸 即便到最 陈思诚感觉到洪三应该有成长 收敛了一些 但依旧与角色贴合不紧 依然感觉自己是个救世主 像开了天眼一般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而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 在感情线上 他仍旧可以占尽各种便宜 明明喜欢林依依 却娶了于梦主 然后在订婚宴上抛弃 私奔 明明答应麒麟不再与于梦主有瓜葛 却出而反而 继续与于梦主结婚 整个感情线凸显的 是这个角色的渣 而陈思诚本身的私生活 又被人带入到这个角色 渣上渣渣 你让人怎么信服 这句从一开始 大家就说陈思诚油腻 我不做过多评论 以为后面会好 但后面的陈思诚 依然油腻 浮夸 当他带着一帮人冲向战场的时候 第一次枪战就躲了起来 你这让人怎么说 当美人失踪的时候 他一点起伏的情绪都不太有 你这又让人怎么说 除了陈思诚饰演的红三 郭采杰的于梦主也是一大败笔 作为留学回国 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智商时高时低 当然这是编剧的责任 但郭采杰吵着一口台湾腔 愤怒 喜悦 难过 无奈全部都是瞪大眼睛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演员的演技如何了 每一次看到陈思诚和郭采杰的对手戏 就尴尬得不行 这样薄弱的演技又在众多戏谷中被凸显出来 更为明显 目前 远大虔诚的豆瓣评分 只有6.0分 很多人说不应该只有这个分数 但我觉得还 算客观 我上面说的配角不立体 主角太光环 两位演员太尴尬是主要原因 如果还有续集 在这三方面若有所改进 恐怕分数会提高不少 至于三大亨的结局 瞎子没有出现 一一一死没死 北老九会不会回来 麒麟到底会如何 这些没有交代的剧情 我们就全当还有续集会给我们交代 这里也就不细讲了 最后的最后说一句 麒麟这个角色其实写得一般 但是袁洪演得非常好 这个角色可以作为袁洪职业生涯的代表人物 观众对这个角色有多恨 就代表袁洪演得有多好 这些角色的结局是所谓的终于是不是怎么能传 这个角色大骑洪的